怎么样 还可以吗 挺好的 谢谢 我送你回去吧 不用了 我家立得近 走路回去正好消化消化 好 我先走了 拜拜 那我也先回去了 好 拜拜 拜拜 怎么 什么 想趁袖而入啊 这也是我想问你的 你太高估你自己了 这是警告还是威胁 不 只是有感而发 是你把我逼到这个份上的 是你聪明过头了 你以为抱着没上位的太子爷的大腿 就能如愿了吗 郑默的身份已经被你捅出去了 如果你再多说一点 你知道这后果将会很严重 您放心 您的事情说出去 对我只有坏处没好处 其实郑默还像个孩子 跟你没法比 我一直站在您这一边 是您把我往外推的 要不是朵朵保我 我已经被你扫地出门了 年轻人太沉不住气了 在利益面前 没有永远的忙 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想站队 要站好 等等 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说 你和郑默为什么都那么喜欢朵朵 我哪里不如他了 因为朵朵从来不会问这样的问题 对了 别再时间了 郑默 你没戏 不是怎么知道没戏 你说你至于喊那么轻热吗 老大老大你可饿去哪 你当你黑社会啊 我乐意 管着呢 你没必要这么巴挤他 他不就这个华东区区长吗 我二愿意我官比他大 你就吹一把 反正啊 你离他远点 听到没 你看 无理啊 你跟着我干嘛呀 我们家也住这一块 我只能走这条路 怎么了 怎么了 疼 我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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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呀 你干嘛呀 到家我给你刷开 帮我下来 你门打开 你走两步 看看好点呗 没事 我给你打点热水洗洗脚 不用了 不是 你这得拿热水泡泡脚的 火水化鱼 我可以的 你回去吧 你真没事 咱俩非清非故 不是 你是这个 我说郑先生 你要再不走 我报警了啊 好 我走我走我走 你记得啊 一定要拿着水泡泡脚 真的 我知道了 没事 没事啊 你拿着这个手搓一搓脚的 咱喷点云南 你这么烦啊 好好好 我走了走了 有什么话啊 我跟你很熟吗 咖啡 再多点笑容 这也是工作内容 当然 行了吧 能不能温柔一点啊 本小姐不懂温柔 那我可以教你啊 对不起 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没时间学这个 腿好点呗 没事啊 来 试试 刚买的 给我买了 算是陪你 昨天弄脏的那一件 用不着 好 你要是不想要 只能扔了 这可不能退 那谢谢啊 你的尺寸嘛 应该差不多 明天就穿这件走吧 走 去哪儿啊 好 那个红酒的供应商 已经同意我们网站 独家销售了 要求我们明天去一趟 他们的厂 直接签约 就咱们俩 有问题吗 没问题 好 准备好 明天机场见 好 谢谢啊 我走了 朵朵 你要不要一起去啊 不去 我觉得多一个人没关系 我才不想让人说闲话 两个人出差 搞这么暧昧 两个人出差 搞这么暧昧 我 来尽量 咱们俩 都知道了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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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杯 郑总 您的了 不是 这个我要说明一下 我这个白酒我是喝不了 我喝了就得上医院 郑总 您这是瞧不起碗 不是不是 陈总 你看看 郑总确实不会喝这个酒 我陪你喝 老郑睡了这么长时间 也不知道打电话过来 没打电话是好事 说明谈得很顺利 现在应该在酒席上吧 据我的所知 老郑的酒量不是很好吧 看着我干嘛 我也没跟他喝过 那思思酒量怎么样 挺好的 思思应付这种场面没问题 不好说吧 这孤男寡女的 要是被灌醉了 万一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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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思思酒量不是挺好 是非常好 肯定不会醉 不会醉的啊 老郑 别担心啊 你自己担心就明说嘛 没劲 mindset 哦 今天多亏你啦 白酒我是实在喝不了 要不是你替我当酒 我今天就死定了 谢谢啊 为了你 我愿意 你喝多了啊 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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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慢点 慢点 慢点 我把电脑风回出来 你不需要什么 我活着 我在里面 小卓 小卓 郑莫 我今天是不是给你丢人了 没有啊 要不是你我不就死定了 那我喝多了 是不是很难看 不难看 一桌人不都看你的吗 那你呢 好了 在这儿休息 姿姿 紧张的 你对不起我 姑娘娘我传了你 不好意思 我知道这时候不该想象 但是我想到一个画面 我就忍不住 我很可笑是吗 不是 我刚才想到如果 朵朵看到我们这一幕 她会不会拿着菜刀追我 打我 我想到这个我就受不了 我 不是 我 你 姿姿 别太在意 喝多了正常 明天起来什么事都没有了 我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早点睡 打个电话怕什么 我输入工作啊 未经许在的 思思 怎么是你自己的电话呀 陈墨呢 她累了 已经睡了 找她有事吗 要不要帮你叫她 没事了 陈总 怎么回来了 陈总 怎么样啊 陈总 老郑 这么快就回来了 事情处理怎么样 一切顺利 供货商拿下 一切顺利 好 你这什么礼都没放 就回公司来 时间紧迫 这次红酒销售的成败 直接关系到我们网站的胜负 所以我们现在得马上 制定一个销售计划 诸位 十分钟以后 会议室开会 好 好 她生什么气啊 不知道啊 你该问问自己 做了什么让她生气的事 我没有啊 有事儿吗 有事儿吗 我相信郑默 她不会跟你有什么的 像她这样的智商 如果跟你有什么 也不会让你借我的电话 这破绽太低级 那你还来找我 你到底想干嘛呀 思思 这话好像很笼统 好 那我换个直接的问题 你接近郑默 是不是想跟她在一起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别侮辱大家的智商 我没个心情陪你玩质温游戏 好吧 我承认 我是对郑默有兴趣 你和她已经分手了 这和你没有关系了吧 你爱她吗 这个问题很幼稚 你爱她吗 很简单的问题 你只需要回答我 是 还是不是 你不觉得你问这样的问题 很没有意义吗 你连回答的勇气都没有 你不爱她 你接近她 只是因为她是 偏面似的太子爷 沈氏渡氏 这样有错吗 郑默有最好的背景 而且我也挺喜欢她的 你别忘了 我最初的目标 不就是找个富二代吗 她是最好的选择 她不会接受你的 咱们走着瞧 虽然我已经跟她分手了 但是我不会让一个 不爱她的人靠近她 这样是不是太霸道了 我要保护她 如果你跟她附和 我没话讲 但是你自己不要她 你还不让别人接近 对不起 我不会放弃的 好 那我们来打个赌怎么样 什么意思 赌正梦 如果你输了 就不要再靠近她 看来你真的急了 看来你真的急了 怎么个赌法 爱情就是赌博 赌你的一辈子 赌你和你爱的人的幸福 那么恰好红酒 就是这种浓烈情感的最佳饮料 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主题 就是如何精准地定位 我们这款红酒爱的含义 以及围绕这个定位展开的营销活动 夏朵朵怎么还没来 这个赌约 你别后悔 我不会输的 你别后悔的 好 我马上过来 郑莫也让我去会议室 一起吧 姿姿 你坐这儿 朵朵 我们刚才还在说 如何把红酒跟爱情扯上关系 你帮我们个忙吧 操作一下 换灯片 行 班牌 班牌 我们假设 对对对对 我们假设 这对情侣 就是我们这次要面对的主要客户 首先 我们得把网站彻底改版 要让情侣之间甜美的爱情 充满我们的网页 比如下一张 朵朵 播放下一张 我们网页的设计 就是要大力地修改 红酒销售的主页面 我们要让所有的情侣 一看到我们的网页 就认为我们的红酒是个爱情准备 可是光是页面 很难让客户有认同感 没错 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活动 来让大家更快地注意到我们的产品 我们这次营销计划的代号是 酒红的心 有什么问题吗 那具体内容的事 我们主要会在各大商场 周围展开促销 争取做好品牌推广 加深客户对我们牌子的认识 我们可以提供大家免费 品尝我们的红酒 也可以提供抽奖 甚至可以提供双人旅行的内容 那么这些内容都是思思提出来的 所以我在这里要特别感谢思思 对我们电子商务部的帮助 总之双管齐下 页面修正 促销推广 配合抽奖 我们一定要把这次酒红的新计划 完美完成 好 我觉得这背景是不是太红了 这整体色调也得调一下 对比度有点高呗 其实主要是这边 这边 你故意的 没有 我脸缓缓 朵朵 朵朵朵朵朵 有咖啡喝 给我 刚才怎么去吃饭啊 你跟这罗喜男比较熟 让我看看 他就算是他害死了 我觉得这像 你看他耳朵根 红嘞 不是 他这两天怎么早往张国这儿跑啊 他工作吧 那也不能老扛啊 就是啊 你也进去吧 我去干嘛呀 你是行政主管 找了理由还不容易 快去快去快去 快去 网页的修改应该今天晚上就能完成了 红酒也应该是经历两天就可以倒库 陆远推广的场地已经定了 城市广场明天下午 好 这么晚 你的咖啡 谢谢 我来确认一下明天录演到场的工作人员 这个我已经找了专业的人士负责 明天我会过去一下 我也一起去吧 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地方 行 那就咱俩过去 我也去 我要微视线茶 那咱们一块去 这几天累坏了吧 我托人带了风抖 提高免疫力 冲水喝 不用 这磨呢最多是清雷亚健康 多吃点蔬菜水果就好了 也行 回头我买点水果 他选吃什么你不知道 啊 我都已经买好了 是吗 待会儿下好了皮 我给你送进来 还给你带了点茶 烧好的普洱 这磨她不喜欢喝茶 只喝咖啡 人总应该尝试一点新的东西 可是问题是她还不习惯 更好康是双铺碗 挂油 她床位本来就不好 不敢了 你还是拿过去吧 她做什么 回头我给你带来山 她喜欢喝的咖啡 我已经全部给她买好了 你们这行政部还真周到啊 多谢夸奖 那我先走了 你们俩话还没说完 还得等到晚上 不是 今天晚上是第一批红酒要入仓库 这批红酒不容易有失 所以我必须得跟思思过去看一眼 点下货吧 微视现场也是行政部的工作之一 我怎么不知道行政部还管这个 马上见 庚总 那批红酒 电子商务部把它当成宝了 准备在网络上大力推广 相同的错误 他们总是一犯再犯 他们以为捡到了大便宜 和正经公司的金总 沟通得怎么样了 他希望跟你直接面谈 还是你去跟他谈吧 记住我跟你说的那几点 好 明白 我这边没错 数量完全正确 好 剩下的物品我来清点 董哥你干嘛呢 快下来 下来下来下来 危险呢 我在数这边的 我来我来你下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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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催 本来没事 被你这么一叫 我反倒紧张了 快下来 别动别动别动 太远别动 怎么在晃呀 我马上带你下来 糟糕 我下不去了 你又怎么了 站上来我才发现 原来我有恐高 脚都软了 董哥那个 董哥你等会儿 我先走董哥 我要摔下去了 我真的要摔下去了 我要晕了 你稳住你 你别动别乱动 我真的要晕了 抓住 来 我好晕啊 你坚持一下 来 下着了吧 我怎么不让你有恐高 我刚不是说了吗 我也是刚刚发现的 我就扶他下来 不要 男女受受不清的 我上去吧 扶下来 不用你还是休息一下 让周末来就好了 没关系 我最喜欢救人了 尤其是救人 他要不要把你扶下去啊 管得还挺严 怎么着 到底要不要我帮忙 我马上把他扶下去 我看思思这个状况 你就让他先回去休息好了 我跟你留下吧 不用 不用 我也要留下 你不恐高吗 我 突然又好了 可能是神经性的恐高吧 我却没听说过神经性恐高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我说你在这票点什么呀 这票是我负责的 我刚才已经点过了 这明明是我要点的货 这是我点的 这是我点的 对 对 就已经上咱们俩了 你要干嘛 有句话 当着大家的面 我没好意思说 现在没人了 我可以告诉你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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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要是说什么 其实 我想跟你说 你裤子拉亮没拉 你以为我想跟你说什么呀 还结巴上了 你就是个疯子 大疯子 怎么样 还疼吗 没事了 没事了 幸好只是擦破了一下头皮 要不我陪你去趟医院看看吧 他都说了没事了 万一有内伤呢 那他拿发作再说 不用担心 我会看着 你总不能二十四小时都守着吧 要不这样 晚上我到你家去吧 干嘛 照顾着点啊 万一有什么事也好招呼着呀 怎么 你们行政部 不至于连这事也跟到他家去吧 你们采购部也没有这样的工作吧 我 我和郑默是朋友 那应不着 他家就在我家对面 我晚上注意点 如果要有什么呢 我立刻家就不成了 万一来不及呢 那我也肯去他家看着 不是不是 二位 二位 我就是脑袋擦破点皮 别说得我跟随时快死见好不好 这样 思思 咱们的货基本没有问题 你可以先回去休息了 明天还要促销呢 好不好 好吧 那你也早点休息 明天见 明天见 来 笑什么笑 我一会儿先去店的商务部 看一下网站改的怎么样了 然后咱们再一起回家吗 为什么要一起回家 你不说你送我回家的吗 你不说你没事了吗 我发现了 思思一走 你的态度就不一样了 你想多了 没什么事的话 我也先走了 不好意思 堵车 怎么样啊 还是不够热情 你看 注意的人不多呀 这也太不够轰动了 这完全达不到 我们促销的要求 阿姨您好 尝一下我们的红酒吧 我们新款的红酒 非常好的味道 软化血管的 怎么样 累了吧 我来吧 你去那边休息一会儿 您好 您好 欢迎品尝 我来 请大家来品尝红酒 红酒 您好 好像有点淡 有没有烈点的 谁不会呀 还好有四次 降低血脂血压 都有很好的功效 您好 先生 也可以美容 PMS商务网站 新推出的高级红酒 最适合您这样的成功认识 来喝了 大家好 免费品尝还有奖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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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费品尝红酒 还可以抽奖哦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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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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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让你拖 他都拖了 他管不着 你只能拖给我看的 这么八道 才知道啊 你好 先生 我跟思思不一样 你好 你跟谁都不一样 大家觉得怎么样 干嘛 网站销售有点问题 什么问题 自己看 我还看什么呀 是红酒卖不出去 还有人投诉 用不明我给老郑打电话 你先看再说 这是咱们网站的销售记录 对啊 红酒促销的成交记录 一直在想胜啊 还在胜啊 火了 我们往下成功了 成功了 我们成功了 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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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得开心吗 故意的吧 真不是 我就是太激动了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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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看在销售业绩的份上 当奖励一般 怎么 还闹别扭呢 我觉得挺乱的 是够乱的 你看你的黑眼圈 都快成大熊猫了 真的 多多 你这么简简单单的挺好的 谁要能娶到你 是他的福气 我一直不想让你受伤害 我一直不想让你受伤害 如果有一天 我做了伤害你的事情 你会原谅我吗 谁都有可能 只有老大你没可能 还挺有点清晰 怎么了 还不是因为那批红酒 彻底卖疯了 这不才一会儿 蛊惑不及时 一堆电话就进来了 刚才你那看见 我一个人举着三个电话 给他们做咨询人 吵死了 来点夺会儿 这好事儿啊 真没想到咱们这酒 卖得这么好啊 现在小白脸都舍着玩小资 必须喝法国红酒 那才有面 况且咱们这价格就这么低 哎 老赵 这次你功劳大得去了 能把价格压这么低 这次是思思的功劳最大 老赵 不是我说你啊 你最近是不是和思思走得太近了 呦 吃素了 哪跟哪啊 我过去是为思思奋斗 但我现在为自己奋斗也挺好的 其实我这一天跟她接触 我觉得思思是一个挺真实的人 过去了就过去了 你就别说我了 你先把自己的事处理好 你就真舍得放弃朵朵 朵朵多好的一姑娘啊 你可得看紧点 别让人拐跑了 什么意思 刚才我去楼上送报表 看见朵朵也在上面 我刚才让她去企划部拿份资料 有问题吗 庚子航拉着她说话 好像还挺亲密的 看见几楼 很多时候 一个人做一件事情 有很多不得已的原因 怎么了 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朵朵 照顾好自己 明白吗 其实我觉得这朵朵挺好的 你应该重新考虑一下你们之间的关系 就这么放弃了 挺可惜的 是吗 我觉得你对她还有感觉 你就多想想她的好处 你 组织 不管你怎么选择 我都支持你 朵朵 你的工作就是跟女员工勾建搭配是吗 你胡说什么呢 对不起啊 我最后一次警告你了 离朵朵远一点 朵朵不属于任何人 你无权干涉我的行为 看来你非要当第三者了是吗 提醒你一句 你们分手 我没同意 有用吗 既然碰上了 跟我去办公室吧 有工作的事情找你谈谈 说 到办公室 为什么不能在这儿说 因为我是局长 工作方式由我来定 不管你是不是太子爷 只要你是我的下属 你就得听我的命令 我再说一次 跟我来办公室 耿总 坐吧 今天把你们两个叫来 是有好消息同志 那批红酒引起了交受热情 让PMS在电子商务界起了很好的影响 所以要对你们两个人特别表扬一下 这都是电子商务部的功劳 是你找的供应商 功劳自然有你一半 不用太谦虚 好我听您的不谦虚 那我就直接问了 除了口头上的表扬 就没有其他的了吗 过了这个季度之后 如果没什么意外 你们两个人会得到一笔奖金 在职务上面 升线的可能性很大 喂 好消息干嘛板着脸 郑先生是PMS的太子爷 这挺奖励 对他来说无足轻重吧 庚总 我其实挺佩服你不把太子爷当回事的态度的 但是请你尊重 我不把自己当太子爷 而是PMS的一名普通员工的努力 我只想凭我自己的能力 得到应该属于我的业绩 可惜 你并不是一名普通员工 如果你是一名普通员工的话 你能走到今天吗 你是在质疑我吗 如果问心无愧的话 别人的质疑重要吗 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 我非常忙 你们可以出去吧 走 不用再去 在这里 没了 好 你也不如看能相复 好 我自己就不像我 因为没有 好 我可以是 你也不尽 有点 我可以说的我都说了 我可以说的我都竟致了 人不太准备了 你一样的我都记得 你给的我都留着 以后的这一切 都属于时间了 我知道有些爱碰不到 却又舍不得 曾经拥有过 也是好的自我安慰着 我知道有些人爱不得 却又恨不得 刻骨你已醒过 也值得 也该放手了 我知道有些情舍不得 却又伤不得 直到今天终于承认了 只剩下自己了 我知道有些爱碰不到 却又舍不得 曾经拥有过 也是好的自我安慰着 我知道有些人爱不得 却又恨不得 刻骨你已醒过 也值得了 也该放手了 我还能不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